嗨,大家好,我是老柯 今天好不容易本來的一次休假 我們來到深山地區的 露營區 但是 因為我們沒有露營器具 所以我就住這種旁邊的露營區 這裡是寵物友善的 所以我帶我家 兩隻貓咪 讓他們出來 看看世界 帶他們出來走一走這樣子 這裡整個好山好水 好無聊 現在太陽已經快下山了 這個是我現在看到的風景 非常的漂亮 這邊也有很多人在這裡露營 那我們預計要在這裡睡一夜 現在陸陸續續的 已經有人開始在大帳篷了 來享受放鬆一下 看起來這個山谷真的是 是不是非常的漂亮 最近大家應該有發現 我的影片出的速度比較慢了 首先是這樣子 今年算是發生了蠻多事情的 那對於我的人生 算是賣入了一個小轉折點 從做YouTube開始 我今天發現說 我會為了出片而出片 那就會變成說 當我沒有一些主題 還是沒有影片可以出的時候 我就會焦慮 那再加上陸陸續續的 訂閱的人數越來越多之後 就會有越來越多的留言 就會傾向比較負面的 那像我以前都是 每一則留言都看 就算我不回應大家 我也至少會點一下愛心之類的 但因為量太多了 所以我現在就比較少在看留言 太陽下山了 像今年有一個最大的轉折點是 今年的夏天的時候 我看到我一個月的流量 觀看次數竟然有高達350萬 那個時候的我說實在話 算是蠻驕傲的 一個普通的路人 竟然可以把一個YouTube的流量 做得那麼高 那個時候我也很納悶說 為什麼廠商都不找我業配 因為YouTube本來就是要靠業配賺錢 當然中間也有一些商品的業配 可是接著這些業配之後 我就發現說 你不能隨心所欲的去講 自己想講的東西 接著就遇到一個 事件 就是我的影片被檢舉 那那一支影片就是我上網 到處去找一些安裝的照片 之後去對著鏡頭說 為什麼要做成這樣子 那做這樣子會有什麼好處 跟什麼壞處對不對 那一支影片大概出了兩年 結果今年就遇到 我的那一支影片被檢舉 那個檢舉的人說 我沒有經過他們的同意 就用他哥哥陽台的照片 那這件事情我運用別人的照片 沒有去經過別人的同意 所以我也就直接把影片下架 那個時候我就很納悶的思考 當然我也可以把那一段他們用的 這個畫面把它拆掉 影片可以繼續存在 我好意的上網去找很多照片 來告訴大家為什麼這樣子裝不行 這樣子裝是好的 它好在哪裡 它不好的地方在哪裡 當然點進來的這個檢舉的人 他應該也是想要學習外機怎麼放嘛 但是他看到這個是他哥哥家的照片 所以他就檢舉我 經過這件事情就讓我心情有點低落 我就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如果每個人都對我這樣子 我的影片是不是就出不了了對不對 接著我又遇到第二件事情 在這個檢舉事件的過了一兩個禮拜之後 我在清洗一個客戶加冷氣的時候 這個客戶在我們要離開他家之前 他要求我們把手機裡面的照片全部刪掉 通常我們清洗冷氣的過程中 我們會去拍前後照片 結果這個客戶說他不想要 他們家的任何東西出現在網路上 而且我還必須把手機打開 把照片翻給他看 在他面前刪掉 這邊有一隻好可愛的小貓咪 我們在煮瞎瞎給幾把吃 你也要吃是不是 那等一下給你吃 那經過了這兩件事情 就讓我發現說 其實我的頻道並不是我的 這個也是我最近的 心境下之後體驗到的一個感覺 其實我的頻道是我的消費者的 是我那一些請我過去他家洗冷氣的消費者 如果我的每一個消費者 他們在我拍攝影片的時候 他直接跟我講 我的影片不准出在網路上 那我就沒有影片出了 我的頻道就不存在了 不是嗎 如果每一個人都像是 這一些不想要分享自己東西的人 都跟他們一樣自私 那其他人也沒有這個畫面 你也學不到這些知識 不是嗎 我就會變成說我只能對著螢幕去講 可是我沒有任何的畫面 那你也知道台灣因為詐騙很多 所以我們每次在講哪一些事情的時候 我們都需要有一些證據 就需要有一些畫面 對不對 那你沒有畫面就變成你對著鏡頭 空口說白話 就開始會有人講說 就都你在講而已啦 對不對 所以在這邊我很感謝 這一些會找我去洗冷氣的 螢幕前面的你 或者是會在留言去分享你的經驗的觀眾 其實沒有你們這一些分享經驗的人 大家也沒有辦法 攝取到這麼多的知識 我覺得我的頻道比較不像是 個人的頻道 比較像是大家會互相分享有沒有 像是我去客戶家洗冷氣 那客戶家這個品牌 他可能之前有維修過 原廠師傅他怎麼做 或者是他被怎麼騙對不對 就會有很多經驗 那你一旦數量一多你就會知道說 哪個型號故障機率比較高 所以這個頻道其實是我的消費者的 願意分享自己經驗的 觀眾們的 不是我的 所以其實我說真的 我沒有接業配 真的不重要的 也算是最近的 心境上的一些小改變啦 所以嚴格講起來 我的頻道算是消費者在幫消費者 他們願意分享 之後我把他這些經驗統計下來 這些故事分享出來 讓很多的觀眾知道 聽了這些故事增加了經驗 所以也算是一個消費者的頻道 我用這個 COLA 要不要加一點原住民特調 不要 就再加一點 老闆給的原住民特調 好搭啦 大家早上好 現在早上起來六七點啦 昨天說實話 我睡這個入營車 其實睡得不是很好啦 原因是因為他用的萬事異冷氣 這台是萬事異的 給大家看 他冷氣裝這裡 我是睡這裡啦 他壓縮機震動的時候 這個鐵界 整個車體全部都在震 你知道嗎 噢 準了喔 那不足以為你說打到咧 每隔大概二十分鐘就會 嗡一聲 整個車體都在震 有夠吵的 還有因為車體裡面 等氣太久沒洗 你知道嗎 有一股很臭的酸味啦 不過說真的 不管是風景 還是這裡給的配備 其實說少的話都不錯 我們住的這個是三間 我們是住最 最遠的這一間 阿整哥喔 說少的話 因為我們是住寵物友善的 所以多多少少會有一些 之前住過的人的狗狗的味道啦 所以剛開始住會比較濃啦 但是今天住就還好 應該說早上起來好像 不知道是不是鼻子習慣了 那個味道就少很多了 這算是一個小小的小缺點 如果大家可以克服還不錯 那它的價位分別是 一個兩千八百元 那因為我們有兩隻貓咪的關係 所以一隻貓多加五百塊 所以總共是三千八 它還會送你原住民特調 還不錯啦 還滿好喝的 雖然說我沒什麼在喝酒 不過我有稍微喝一下 還有加個可樂有沒有 我覺得還滿好喝的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風景 你看今天天氣剛好遇到 很好啦沒有什麼雲 我們近一點看 真的是很漂亮 之後下面會有一些人在路 我覺得啦 會住人真的是滿強的 現在外面氣溫大概是十幾度左右 這邊離泰山服務區 大概一個小時多的車程 像是你看他們這些車路的人 真的是滿厲害的 有很齊全的裝備 我先把燈打開 有點亂啦 首先我們一進門 這個是門 好 那首先門口剛進來 我們的右側 剛剛說的壓縮機的位置有沒有 我剛好是在這裡啦 之後上面還有一個上鋪 所以它這邊有兩個單人床 之後我家的貓咪 首先是睡這裡啦 之後有一隻是睡這裡啦 它就一個雙人床 兩個單人床 之後我把這個椅子 把它移來這邊 讓他們可以去看窗戶 等一下我們東西收一收要回去的時候 我們會帶他們去散步 它一總共有四個床位 它的這個車商的價格也才2800而已 其實這時候的話 真的算滿便宜的 現在已經沒有狗狗的味道了啦 應該是上一個住戶啦 他們可能是有那種味道比較重的狗 所以我們一進來的時候 才會有那種很重的狗味 不過現在已經沒味道了 如果今天還有入住 應該就不會聞到這個味道 所以你還是多多少少要看一點運氣 好啦好啦好啦 幹嘛啦 你想要講話是不是 委屈喔 都沒有出去對不對 妳要躲去哪裡啦 抓抓 喔所以 所以他們 他們在外面都是抓樹吧 應該是 有沒有開心 阿姊爸 你有開心嗎 出來玩有沒有很開心 不行